早上7点38分继续来看看这一个是自主名嘴界的SHE的陈玲玲、许申梅还有吕文婉 之前才在慈善音乐会又唱又跳 不过现在却传出说三个人酬劳拿了20万 这可惹得许申梅开炮了 批评陈玲玲界的case怎么会对外宣称有这么多的费用呢 她还透露说其实一个人只拿了2万块 号称名嘴界的SHE第一次登台演唱 三位名嘴许申梅、陈玲玲、吕文婉在舞台上扭腰百吞大胆的演出让人印象深刻 但却传出这场慈善的表演三个人酬劳拿了20万 惹得许申梅开炮评陈玲玲界的case怎么会向外宣称这么多的费用 我们一个人就只有拿2万 而且到目前现在当下我就只有收到1万块 别再说什么20万畅酬这件事情 这真的是一种骗局 夸大酬劳的数字让许申梅很生气 怕引爆外界的观感不佳 她也爆料当天就因为三个人不够卖座 一度还被告知没有酬劳 我接到的讯息 我相信文婉也有收到这个讯息 就是说当天不会付钱了 她也没钱了 所以能不能就是意思就是说 就1万块就把我们打发了 没有合约在吗 合约在怎么会乱讲呢 当然不能胡说 那为什么会传成这样子 我并不清楚 尽管陈玲玲说三个人的酬劳 各是2万元 现在都已经拿到了 但从合体到演完 三个人的合与不合 似乎比实际演出获得更多版面 市民嘴界的SHE 周天新闻林东民张一华台北报道